AWD JUNGLE AWD JUNGLE 原标题,三周之内连坠6架美国空军身陷坠机魔咒 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军在近三周的时间内,共计坠毁6架C机, 造成了共计16名美军机组人员的死亡,据外媒消息,3月14日,美国海军一架FA18楼超级大黄蜂在训练中坠毁,两名机组人员死亡, 3月15日,美国空军一架HH60铺路英直升机在伊拉克坠毁,7名机组人员死亡, 4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AV-8B海耀战斗机在吉布提坠毁,飞行员飘散气机, 4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CH-53E超级中马直升机在加利福尼亚州训练时坠毁, 4名机组人员死亡, 4月4日,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一架F-16战斗机在内华达州内底斯空军基地坠毁,飞行员死亡, 4月6日,美国陆军的一架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坠毁,造成两名士兵死亡, 雷鸟表演队坠机的飞行员斯蒂芬德尔巴尼诺,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样密集频发的事故, 在美国空军的历史上都不曾出现,事故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虽然美国军方宣称并没证据显示这些事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却警告空军军官,不要谈论飞机的维护状况如何糟糕, 从这句耐人寻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空军的确出了问题, 这个当之无愧为世界第一的空军,这个在常人眼中象征着先进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也并非是毫无破绽可寻地, 所以就让我们来探寻一番坠机事件背后的一些引擎, AV-8B的保养雷护飞机作为一个复杂精密的机械集合, 在其运转的过程中,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不论如何去分析总是逃不出机体故障,与操作失误这两个大的类别, 尤其对于美国空军而言,其本身作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空中力量, 而要维持这样的一支空中力量所耗费的各项成本也是惊人的, 而自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后,美军的军费就开始了历年下调, 而这一期间仅以美国空军来说,不仅要开发研制F-35、B-21等新型战机, 同时还要在世界各处的敏感地区维持数值庞大的空中队伍, 还有对于老旧战机的现代化升级与改造以及退役战机的封存与处理, 当然也包括飞行员的培养与训练,这些项目庞杂的用钱之处像一个无底洞, 一般吞噬着美军的军费,起飞前的F-18,而经费的减少, 直接导致了美国空军作战飞机出其率的减少, 美军在2017年的总飞行时间相比2013,降低了17万小时, 但是事故率却上升了39%,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美国空军在训练时间上的减少影响到了飞行员的操作熟练度, 此外美国空军为了将经费更为集中的运用在新设武器的研发项目上, 便削减了后勤系统的经费,才撤了大量的富有经验的地勤人员, 这也让美国空军的战机在维护和保养上出现了疏漏。 F-18的地勤人员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片面地得出, 美国空军一定出了什么大问题, 毕竟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空中力量, 美国空军其在战机数量与训练频率而言都可以说是本居世界第一的, 而我们在上文所说的种种缺陷也仅仅是依照美军在经济危机前的巅峰状态而言做出的对比, 并不是说美国空军走向了下坡路, 况且仅从出事故的美军战机来判断, HH-60、AH-64、CH-53E、F-16、AV-8E这些机型, 基本上都保持在30甚至40年以上的机灵, 即使是最年轻的F-18楼超级大黄蜂的机灵也在20年以上, 最后一架F-22当然机灵老旧化的问题, 对于美军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自从2009年,美国空军宣布产F-22以来, 美军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将现有三代机的最大化利用这一问题, 总的来说美国空军此次的一系列坠机事件暴露出了美国空军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在军事训练上与战机维护上的缺陷, 也反映出了美国空军在武器装备上长期以来的使用老旧机型造成的弊端, 但是无论是缺陷还是弊端这些仅仅是参照强盛时期的美国空军而言, 并不代表着美国空军综合实力的下降。